台灣興銳導演洪馬克以15分鐘短片替身 獲得了加拿大國際電影節節出外語片獎 洪馬克在頒獎典禮上是特別拿著 我來自台灣的小布條上台致詞 希望在國際舞台上可以打響台灣的知名度 而溫哥華台光教會更特別舉辦了放映會 邀請僑胞以及外國友人一同來欣賞 台灣興銳導演洪馬克拉開旗子 告訴現場所有觀眾I'm from Taiwan 讓大家知道他來自台灣不是泰國 也為台灣打響知名度 洪馬克以15分鐘短片替身 在這屆加拿大國際電影節 勇奪結出外語片獎 除了替台灣電影爭光 洪馬克更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 為台灣做最好的宣傳 我這次來這邊參加加拿大國際電影節 那我得到的是傑出外語片 那這次我們也同時也帶了很多台灣的作品 為我們在進行一個百大影展計畫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我們可以去全世界 帶著我們的I'm from Taiwan的旗子 去介紹台灣 讓全世界聽到台灣認識台灣 進一步可以來台灣幫助台灣 溫哥華台光教會特別舉辦替身播映座談會 邀請當地台橋以及外國友人觀賞 並和導演面對面交流 那就快去找啊 你不找我去找 我現在就去 替身劇情主要闡述一對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夫妻 在分娩前戲遭逢變故 妻子以及尚未出身的寶寶 因為一位跳樓自殺的女子而喪命 多年後丈夫找到妻子器官的受贈人 卻發現竟然就是當年害自己失去摯愛的自殺者 短短十五分鐘的短片耗費一年時間拍攝 靈感來自真實的新聞事件 替身目前已在全球獲得二十五個影展的肯定 我們希望可以盡量讓外國人看到 台灣短片的一個優秀的地方 然後也希望把外國人對我們短片的一些認同 跟肯定的訊息帶回台灣 因為其實台灣的導演 他比較沒有機會去國際上交流 那因為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我想既然我可以出來 我就希望可以順便幫大家宣傳 因為如果整個環境好 如果大家對台灣印象是好的 他就會有人來投資 那對每個導演都是一個幫助 宏馬克跟觀眾交流 替身的創作理念和未來拍片計畫 同時也暢談他的百大影展計畫 僑胞們看過影片後 討論勒烈並紛紛捐款 用實際行動贊助這位熱血愛國的台灣導演 台灣宏觀電視李中恩 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